接下去請楊瓊英委員發言 院會主席 親愛的院長 以及行政院院長所領軍的團隊 各位新聞朋友 各位同仁 楊瓊英發言 WHO需要台灣 台灣也需要WHO 在這次新冠肺炎的病毒事件當中 讓我們更體悟到國人的團結 大家全力的在抗煞 但是我們看到 到目前為止 世界各國對於抗煞的方案 也提出了不同的方式以及制度 所以WHO在11號的時間召開了會議 台灣則以台北用這個名義線上來參與 所以因此我要在這邊再度的強調 WHO需要台灣 台灣也需要WHO 因為台灣加入WHO 它絕對不是一個政治題材 它定位在衛生以及健康 這個肺炎的傳播讓世界各國都導致非常恐慌 而且不安 同時也必須要互相合作 我們回顧在民國84年的時候 台灣能夠首先率先在全世界 我們有了健保 讓大家能夠將我們的生命 不斷的每一年的平均與命來提升 這個在84年這個健保 以及在2002年到2003年的時候 我們經歷了SARS 台灣的醫務人員 我們要比起大拇指比一個讚 因為我們經歷過這些事件在全世界都認定 我們是非常優秀的醫務體制以及醫務人員 所以我們理當WHO需要台灣 台灣也需要WHO 假設台灣繼續不成為會員之一 那麼全世界的衛生機制也會造成這個空洞 所以我再次呼籲台灣需要WHO WHO也需要台灣 尤其在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我再次強調 全國人民大家團結一致 我們也掀起台灣必須要加入WHO 所以我再次的希望能夠加入WHO 讓台灣人民的健康更能夠得到保障 同時在這一次行政院努力之下 我們也看到有很多的讚賞 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破洞 就成如即將開學 我們的教育部 竟然說國小12歲以下 一個禮拜口實制 實名制我們可以領四遍 但是國中高中只能夠領兩遍 我請問 在我們的完全中學 我們有國小國中 在我們更有私立學校 整個體系有國小 國中高中 幼稚園 那為什麼 一個制度必須要兩種版本 所以敬請教育部再研議 謝謝楊委員 接下來請陳以信委員發言 這個禮拜